大家好,我是網購 澀子島,一個被囚禁半世紀的島嶼 這個島嶼位於台北市的士林區內 相比隔壁的繁華龍景 早年的澀子島因為隔壁裡颱風產生的洩洪 而被政府列為赤洪區禁建 因此澀子島上的文明仍舊停留在1970年代 沒有便利商店、超市、診所、郵局等等公共設施 反而農田特別多之外 島上也意外地充斥各個大大小小的廟宇 小小的面積裡總計有40多座的養廟宇一廟 你先想想看這些密度有多嚇人 而這些廟宇的由來呢 很多也是因為當地特有的水流失 因為澀子島的地形 因此有非常多的屍體會在河邊載服載場 而流到澀子島 而澀子島的居民就會因為好心 而把這些屍體帶上岸、就地掩埋 而很多小廟宇是因為安葬這些屍體之後的建設 甚至澀子島有一個廟宇撿過了10幾居以上的屍體 這也沒在想 你超過多少 今天喔 今天才有出發 也因為這樣奇特的狀況呢 澀子島也產生了一些特別的靈異故事 今天就要來跟大家分享 個人認為我看到是覺得蠻精彩的 我的外公外婆在澀子地區已經居住十幾年了 近期的某一個晚上 因為隔日有豪雨警報 因此我到外婆家幫忙提前收繩水果 而凌晨3點左右才完工準備回家 我外婆勸我乾脆就在家裡過也算了 但是想想後 當時我還是決定回家 因為家裡還有兩隻貓咪等著我 而且作為一個男人 走夜路 並不算什麼 我家位於銜接澀子島的延平北路上 離阿嬤家走快一點的話 大概二、三十分鐘左右就能到 不過澀子地區半夜路上是比較荒涼的 雖然沿路上有路燈照亮黑暗 但看著周圍大大小小的廟宇 以及想到當地速食器的水流失案件 我不經心裡還是發起了毛 沿著河邊走 真的好恐怖阿 我邊想 邊彎進旁邊的小巷 想從福特宮旁邊的小巷 接到延平北路這條大路 然後順著走回台北市區 嗯?奇怪 前方怎麼有一台車卡在這個巷子裡阿 在巷子的遠方有一台計程車 靜止的卡在中央 看起來不像是路過 因為他並沒有發動閃燈 而且因為是小路 所以他的兩側也幾乎沒有通行的空間 當時我心想 一台車卡在小路中 該不會是壞人 要擋住監視器 然後我一走到他的後面 就突然會有人下車 想要趁機打捷舞吧 因此 我在遠方停了下來 仔細地瞄了那車裡面的玻璃 蛤? 好像沒有什麼動靜 我低頭看看手機的訊號 確認是滿格的 我想要遠離河邊 眼前也就只有這條路了 就算我出事 我也可以馬上撥電話求救吧 所以 我就沒有想那麼多了 繼續的往前走著 在我走靠近那台車 差不多只剩幾個步伐的時候 我好奇的沒有向著車內 想看清楚 到底是什麼人會停在路的中央 可是神奇的是 那一瞬間我就好像是觸電了一樣 全身的汗毛都立了起來 從腳底碼到了頭頂 我的雙拳 一下子 我的緊緊的 不知道哪裡突然來的想法 明明沒有遇過阿飄的我 卻確定了 我是遇到了不乾淨的東西 於是我馬上裝作不知道 視線向旁邊撇開 咬著牙堅定的向前向跑步 陰走邊想 別過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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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在 在我路過那台車之後 身後也一點聲音都沒有 所以我就頭也不回的 快步走 走到岩屏北路上 好不容易喘氣過來 呼 至少我是順利的就這樣走回家了 而過了好幾天 也都沒有什麼異狀 但是呢 令我感到發毛的是 直到我前幾天 看到了這篇新聞 北市攝子島南福斯蘭義 八景快篩核酸檢測均陰性 內文有說到 昨天的時候 攝子島有發現一名水流失 而且裡面的往生者 是開計程車維生的 當時我瞬間毛了一下 那個時候 不就是因為 害怕水流失而落入的嗎 而且我在巷子裡面 遇到的那台詭異的車 不就是計程車嗎 我想 我從那天開始之後 相信這個世界上 真的應該有鬼了吧 大家好 又是我們後續幹言的時間啦 上面這個故事真的非常的精彩 尤其是找這個地方 我之前有去過一次 除了當地遍佈大大小小的廟宇之外 還有各種紅鑽頭的古厝 矮小形狀怪異的鐵笛屋 極驅的小巷 更令我壓抑的是 島上有很多座像垃圾回收廠 以及鐵工廠的地方 彷彿就是一個50年前 沒有人管理的食樂園 看到這樣的景象 我們那個時候就想說 竟然還真的有這樣的一個 很特殊像電影場景般的小鎮 就存在於我們所生長的這塊土地內 但其實社子島的未來規劃 政府也已經著手在進 就是廣為人質的生態社子島 不過畢竟現在是一個民主的時代 在政策的執行上 還是要跟當地的民眾溝通 尤其那裡好像有很多違建 產權之類的問題 所以一直卡在緩平的階段 而我 也想要找機會 帶大家去見識看看那裡的真面目 尤其是上面那個故事中 所有的福的狗旁邊的巷子 另外呢 大家也知道 我依養了一隻貓咪 所以它真的是一隻非常有人性的貓咪 而且它還會做出一些 我很意想不到的行為 動物真的都是很有生命力 很有靈魂的 都是值得被尊重的 因此呢 我有開始關注了一些 流浪動物的議題 我後來發現 世界上其實大多數的國家 都跟我們一樣的 對於流浪動物的態度 都是希望最終能夠 靈氣養靈菩薩 靈流浪的這樣的一個願景 而這樣子的想法呢 其實在台灣也落實很久了 但是呢 就如我對社子島的大開眼界一樣 原來世界上進來的地方 已經把這樣的一個願景 執行到八九十趴了 真的非常值得我們去學習 比如說像英國 販賣寵物的商人呢 一定要有breeder 繁育師的執照 這個執照必須要有豐富的動物知識 包括貓狗的歷史發展 遺傳學、心理學 鋪離、訓練等等美容技巧 才能夠去升任 而民眾也必須要獲得 收益師的推薦信 才能夠去購買 證明你有能力還有足夠的知識 買的時候還得簽下 禁止棄養的同意書 遺照合約也一定得送回繁育師那邊 而那邊的收容所呢 有Batsy Dog、Cats Hope 還有RSPCA 這兩個機構 這是那邊收容所的環境 父親非常的整潔 每隻貓狗還都有獨立的空間 日常所需的飲食、玩具、毛爪板、毛毯等等 也都清權的給予 牆壁上也都貼著 貓狗們成功奏養後的照片留念 每一張照片都是一個故事 可見於他們對這些小生命的尊重 外面也有設置周邊商品區 在領養前也都會確認領養人是否符合資格 及簽下不棄養合約 雖然比較麻煩 但是也是因為這種種的措施 才造就了路上幾乎見不到流浪花末的狀況 不過我相信大家也知道 每個國家的狀況不一樣 本來就不能拿來這樣被比較 但是呢我相信大家的願景也都是希望 所有的小生命都能夠被公平的尊重對待 而我認為打成這個目的的主要條件 撇開現實的政策 最重要的是所有的人乃至高層的官員 大家都必須要有一顆真正去重視這些小生命的鞋 就像蘇格蘭銀行Bank of Scotland 他們允許員工請假照顧自己家裡的寵物 盆頓快遞公司The Career Service 員工呢也可以為寵物享有兩天的有薪年假 都顯示了他們不管是政府 還是企業對於寵物的基本尊重 以及福利 也因為以上的這些狀況 讓我萌生了 是不是也能為流浪貓流浪狗來做些什麼 也因此呢我們現在要來製作一款 關於流浪貓的遊戲貓式 希望能夠透過這款遊戲 去讓大家增進對流浪動物的動保觀念 同樣也支持這個想法 非常歡迎點進下面資訊欄的連結 幫我們做一個小小的視調 對那我也提外話一下 那目前我們不是也做了兩款遊戲嗎 創作版Youtuber跟妖怪事務說 也真的是非常感謝大家的支持 但其實我也想說一下 其實做這兩款遊戲到現在 一年多了 會是一毛錢都沒有賺 甚至是還是自己投錢的狀態 因為大家也知道 做遊戲需要很大的成本 錢都必須拿去開發養人 當然做事是希望肯定想要賺錢沒錯 但是我會提到這一點的原因是因為 其實我做遊戲跟做影片一樣 最大的動力來源 都是希望能夠透過這些作品 來跟大家傳達一些 我認為正確的觀念 這也是為什麼我影片會有後續感言的原因 就算這件事情 它不是一個賺錢的東西 但是能夠做些什麼 並且讓大家看到 我就認為 這個是上帝附入我的一個恩典 我除了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之外 我也應該要去做對的事情 好好盡我身為人的這個義務 當一個人 今天的影片就這樣子啦 非常的謝謝大家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的話 可以幫我訂閱和分享 想要看更多貌似的資訊能量 歡迎大家點下面的連結 果代的要不要去社群島呢 也可以在留言告訴我 謝謝大家 拜啦